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頻道的羽毛球教室 之前教大家做後場的基本技術 還有教大家做步法和走位 今集就會教大家前場的技術 首先我會講放網 前場放網會有分正手和反手 通常會有向內搓和向外搓 向內的意思就是指球從外向入面做一個搓球的動作 這些球比較常見 另外一個技術就是從內向外搓 這些球通常都是對角的球 或者球比較貼網的時候 你會用向外搓 向外比較講求準確性 還有手指的控制 我稍後也會慢慢做技術 告訴大家 我們做這些網前的技術 都要配合步法 網前的步法 首先在場的中間 就先做一個起動 之後我們會加一個電步 然後最後你擊球的時候 我們就會做一個大的跨步 同一時間在你做一個起動 即你判斷到那個球 就要做一個出手的動作 甚至板出來準備迎向那個球 這個動作其實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我們將來想再去一些進步的程度 這個動作其實是幫助我們打網前的時候 增強隱蔽性 之後你也可以加一些假動作 我們出完手之後 我們沒有握板的手 以我來做示範 我的左手也會向後拉 因為我們的左手雖然是不用握板 但其實它是幫助我們平衡 也幫助我們打完球之後 可以快點拿回重心回來 我們首先講解一下向內搓球的時候 是怎樣做的 我們首先把板出去 然後把板面形向那個球 我們打網前的時候 同一時間都要看著那個球 判斷它那個球的狀態 比較容易拿捏的就是 你看著那個球頭 它一向下墜那一下就可以擊球了 你看著球頭一向下墜那一下就可以輕輕在球的底部 輕輕像磨擦那樣 你才可以做到把球打到比較旋轉的狀態 另外我們正手還有一個向外 我們有時候會叫反戳 就是把板面從內向外 從內向外去打球 這些球通常是可能在對角來 你想把球打到邊線 也有時候是可能對手把球打到很貼網 如果你再做一個向內的動作 其實比較大一點 很容易把板打到網 所以我們向外搓的時候 就可以避免到球棒碰到網的情況 也可以很快地把球打過網 這個動作其實會比較小一點 要求你手指的控制也比較多 大家記得做正手的放網的時候 擊球那一下 如果你想打一個又貼網又旋轉的球 正手是用食指向前 好像摩擦球一樣 反手一樣 反手也是有向內搓和向外搓的技術 向內搓和正手一樣 同樣道理 都是想把球打到比較旋 令到對手難去應付你的球 如果有時候球在對角來 或者是比較貼網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反初向外 這個擊球的時間相對會短一點 亦都比較準確地 回到一個很貼網的球給對手 反手的網前 我們會用一個反手的握拍 你感覺就是把你支板的重量放在拇指上 等拇指一落 跟剛才一樣都是打拇指的底部 然後用拇指向前 送出去 有一個拆拇指的底部的動作 我們講完一些單打的貨網 我們都會輕輕地講一下雙打的貨網 因為雙打的球速比較快 準備的時間亦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們在雙打的時候 都是通過中前換場去做一些機會 給自己拿分 目前是要求擊球點要高一點 我們雙打出板的時候 更加要快一點 出手快一點 然後板頭要高一點 這個動作可以給予多些威脅的對手 讓對手不敢壓上來的時候 相對就可以爭取多些時間 去做一個擊球的動作 所以其實我們不用做太多的動作 去把球打到很轉 或者打到很貼網 雙板是要爭取一個早點的時間去擊球 然後快一點把球向下打下去 所以雙打和單打的放網 會有些不同 雙打的放網 其實我們放完網之後 是不需要顧及我們的後場 因為後場會有拍檔幫我們補位 所以我們在雙打做完一個網前之後 我們就會留在網前 再準備下一棒球 有時可能是準備封網 也會準備對手 再做一個網前的球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會繼續和大家講一下網前 我會講一些我覺得比較重要的重點 也會示範一些我經常教球 看到一些常見的錯誤 也會教大家做一些小練習 去鞏固你網前的技術 接下來呢 遲一兩條片 我會拍一條Q&A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想跟我說 都可以去我的Instagram留言 Instagram可以在 VGDW 可以去留言問我 一些關於羽毛球的問題 我亦都會在Q&A的影片 一一這樣解答大家 今集就到這裡 記得Like、Share和Comment 按鈴鐺就可以 待一時間看到我的影片 下集再見 拜拜 掛招佛 等到這裡 我會轉 離開 我會轉 我們可以保持 隨便 走 錯誤 謝謝